县府于3月29日青年节 在南投县中列祠举行 110年春季抗战阵亡将士渲难关明 继工继本县在营英功殉职战士典礼 秘书长洪瑞智代表县长林明珍前往担任主祭 并慰问现场前来吊艳缅怀的军人遗族 场面肃穆庄严 110年度中列祠春季由秘书长洪瑞智主持典礼 也是在上香献花献茶献果之后 攻读祭文 离生之后洪秘书长前往慰问 一同参礼的军人遗族 表示未免以及感谢之意 今天是3月29日青年节 也是我们的国殇日 今天代表林明珍县长来参加我们南投县 110年春季抗战阵亡将士 还有殉难的官兵 以及公祭我们南投县 在寅因公殉职的官兵 春季的一个典礼 那我们非常感谢南投县的各界 能够派员来参加 我们除了感恩感谢我们这些先贤先烈 为国家抛头乳洒热血之外 我们也希望抚慰这个我们的遗嘱 这个丧失亲人的一个悲伤的一个心情 另外洪秘书长也感谢这些先贤先烈 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 希望借由这样的祭儀典礼 鼓励大家效法先贤 为国家牺牲奉献的精神 今天是青年节 也是黄花钢七十二烈士 起义的一个日子 那在这边我们也要呼吁我们的 这个全国的百姓 除了感恩之外 那在这个国际轨迫多变的这个时刻 大家更应该效法这个先贤先烈 为国家牺牲奉献的精神 来保卫我们的国家 来保卫我们的家园 保卫我们的这个百姓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加油 谢谢 3月29号不只是青年节 同时也是过去黄花钢七十二烈士 起义的日子 希望在全国同胞 除了怀着感恩的心情之外 在此时此刻 国际诡诀多变的情势之下 更应效法这些先贤 为国家牺牲奉献 来保卫我们的国家 记者商听福 蓝州市采访报导